而社会新闻要告诉大家 6号的深夜11点多 捷安乡发生了一起街头暴力事件 一名有幸男子因为与人发生口角 竟然就遭对方一群人驾驶车辆来冲撞之后 接着又以棍棒殴打砸车 不过警方到场之后 却让嫌犯抄完资料就离开 让被害人亲友质疑警方是在重犯嫌犯 不要生气 人都照料料你注意 大声质疑警方作为被害人家属 当街表达不满 华莲縣吉安乡自立路建国路口 6号晚间11点多 街头见血 因为有目击者有看到 他们是说他们 他故意就是撞我朋友的车 对 啊之后咧 撞完之后他们就把他那个 拉出来就开始打了 大哥啊来不及啊 你刚才就放他们走啊 他们一直走过去 所以刚才没出事 就是啊 现行犯啊 他们就放他们走啊 我也不知道啊 家属质疑到场远警 私自重放打人犯嫌 原来被害男子于打人犯嫌 之前在超商起争执 被害人随即开着黑色轿车离开 不料在大街上被尾随了 两辆白色轿车冲撞篮下 接着就被七八名二汉 用球棒铁棍把车子砸烂 还把驾驶拖下车打到头破血流 家属指控警方到场 打人的犯嫌还在现场逗留 但远警登陆资料后 竟然当街放走逞凶的犯嫌 有关家属质疑远警重犯涉嫌人 因现场无积极的具体试证 义无当场指证 因此未将现场民众带回厘清 本案远警处理过程 有无疏失 目前已展开调查 如无有为失 将依法究责 警方表示6号晚间接获街头斗殴报案 远警赶赴现场处理 因此没有对三名驾驶执行久策 由于动手打人的犯嫌已经逃一无中 被害伤者在现场无法指认行凶犯嫌 因此远警只能登陆相关人的资料便与放行 警方强调 目前正在调阅附近接人戏画面 一定会将当街商人行凶的犯嫌 弃捕归案 记者综合报道